9个步骤 拯救风光照片 Lumina Neo的风光摄影后期之路 Lumina Neo是一款目的性明确的图像后期软件 适合摄影新手 今天我选择龙头师日落 一张非常有代表性的原片 远离摩尔本市区100多公里 必须等待到低槽位的时候 才能录出来的龙头师 我耐心的等到了日落 可惜光洁无云 虽然拍到了 但没有拍的更好 相信你一定有同感 那能不能通过后期处理 赋予这张照片新的生命呢 我是詹姆斯 一名生活在澳大利亚的职业摄影师 今天尝试用Lumina Neo 大约10分钟 9个步骤拯救它 记得点赞 订阅詹姆斯摄影 也请下载Lumina Neo的试用版 和若原片 和我一起做下载地址 在油管视频简介中 一发展 Lumina中文翻译有一点烂 Develop翻译成发展 应该翻译成冲锡底片 或者修改照片 那正式操作前 先点击试图菜单的开启直方图 记得勾选直方图两边的圆圈 这是高光和暗部警告提示 蓝色显示暗部欠爆 而红色显示高光过爆 那接着选择合适的相机配置文件 可以对比几个不同的预设 比如风光 鲜艳等等 你会发现都有暗部警告 直到flat平坦才没有警告 但画面看上去的确比较平 接着向右移动曝光滑快 直到红色警告出现 同样增强高光 降低阴影和智能对比 目的是让画面展现更多细节 那曲线工具一般拉成S型曲线 但这张不适合 对比度会过大 我选择高光和暗部 都微微有点降低的弧形 颜色工具可以二次选择白平衡 直接调整为阴影或者多云 这样日落显得更暖 如果你不满意某个调整 可以单击文字 恢复莫论值 接着适当增加一点锐化 以及光学模块中 选择自动失真校正 自动修复色差和自动去边等等 降噪 记得选择效果更好的 无噪音AI 简单到只要按照它的建议 低级调整 点击一下即可 当然也可以微调一下 详细信息和锐度 请自行尝试吧 二天空 抱歉啊 幻天的确很庸俗 如果你是追求完美的 请转他 今天我们关注的是技术 不是道德标准 那原土有这个粉红色的 维纳丝带 但很单薄 当然可以再去一次 甚至十次 总有一次能捕捉到完美的火烧云 不过需要加上时间和运气才行 也许几年 所以是时候展现 Lumina Near强大 换天功能了 点击创意天空中 AI 创意中的天空AI 在天空选择里面挑选 合适的云素材 影响最终效果的关键 忽略所有的蓝天白云 专注于日落 我这里显示的可能比你多一点 因为我在Invato下载了额外素材 其实可以用自己拍的云 这样更符合原创 把素材复制到自定义文件夹 然后一个一个的尝试 有些明显不符合 那记得调整天空方向里面中的地平线位置 根据现场的光效 我想左右反转就可以选中浏览 还有很多细节可以调整 比如重要的有场景改光 那这张有水面所以会存在倒影 增加一点反射和水效模糊 看上去更真实 最后检查天空和水平线的边缘 在蒙版细条中调整全局和消除间隙 完全凭个人感觉进行调整 时不时按一下眼睛标记 进行前后对比 三 改光 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刚才压低了天空亮度 并且前景也有点暗 在这里我们进行恢复调整 改光雷同于渐变镜效果 非常直观 思路就是提亮近处 降低远处亮度 调整深度可以控制明暗边缘 那这张照片有点特殊 就是左右还有点明暗差异 这时可以加一个遮罩 其实就是蒙版 那选择线性渐变把近处远处和深度都改成百分之一百 那现在的问题是下面的胶石有点太亮了 而中间的水有点暗 那可以再做一次改光换一个镜像渐变 通过蒙版操作可以反转清除等等 你可以看到慢慢变暗了 至于多暗在于和周围的融合 其实什么工具进行后期处理都必须符合基本的审美规律 那右边的倒影如果觉得太亮 除了再加一个蒙版之外 还可以回到天空降低一点反射量 Rubina Neo的所有调整都可以随时可逆 回到之前的某个步骤去调整 对于摄影新手非常友好 那现在还剩下龙同石有点暗 再多改光一次吧 还是镜像渐变然后反转可以调整椭圆弧度 更好的符合龙头石的样子 这种操作一定要小心不要出现明显的光运 其实这里不用改光啊 如果直接使用开发也可以加一个蒙版 直接调整曝光也很方便 四风景 那接下来的调整属于氛围和色彩 那先从风景开始 除埋和绿叶增强器在这里没用 只需要调整黄金时间 记住一个原则 不要只往一步就能倒罗马 那任何时候都不要 100%强度一下子太浓郁 会让你无法继续调整 选择30% 如果觉得全局选调整有问题 可以随时通过遮罩进行调整 比如这里其实天空已经很红了 我只希望前景红一点配合天空 选择蒙版AI 想要天空之外的所有部分 那么选择天空之后再来个反转 就符合要求了 那现在调整就只基于前景 可以尝试更大幅度 五 结构与详细信息 结构很直观 增加之后效果很明显 但不要加的太多 否则会看上去很脏 其实小细节用详细信息增强更好 可以简单到拖拉大中小细节 各在10到20左右 大家可以自己试试看 敲门是放大100%来看 然后点击眼睛图标 进行前后对比 效果还是蛮明显的吧 强调这是一把双刃剑 加多了容易导致画面脏 记得一定要回到屏幕大小来看效果 如果感觉过度略化就降低一些素质 那这张照片没有太多的纹理结构 所以不需要加太多 六 色彩和谐 很多人都认为后期就是调色 其实通过前面五步 我们已经有很好的色彩增强 如果觉得目前的色彩还不够浓郁 那么色彩和谐工具会比其他诸如曲线 氛围甚至调色都更适合风光日落 不要说我是高饱和战士 我只是想更好的演示效果 那现在适当的增加光彩和暖色 如果你觉得前景加多了怎么办 yes 就是加一个天空萌版 现在所有的调整都集中在云彩上 接着再次应用色彩和谐到前景 这是萌版AI可以选择水 然后用画笔手工去掉一些岩石 我想把海水的颜色还原到偏冷一点 是不是更自然一点呢 那后期处理的要义就是 突出画面亮点 减少画面缺点 龙头石和沿着礁石流下来的水 是一个亮点 太红就觉得假了 现在看看还有哪里看着不舒服 两侧地平线下面的部分还有点红 那右下角的礁石有点太亮 让我们尝试另外的工具 七 加量 加深 其实应该翻成简单加深 而我一直对Dogging and Burn 有一种深度恐惧 因为在Photoshop中很难控制好笔触大小 不过Rumina Neo要简单很多 让我们来尝试简单 注意放大一点画笔 柔和度保持100 就是我们常说的语画 如果一笔下去觉得变化太大 不用在意 之后我们通过调整量来控制强度 如果要精致处理 那么应该分成三步来做 左边 右边和右下 那我这里就一起涂抹了 如果还是觉得倒影的亮度太高 还记得Rumina Neo 可以让我们回到幻天的地方调整反射强度吗 这样就更自然一点吧 大功告成只差最后一步锐化 八锐化 那有一个概念要深入脑海 降噪会损伤画面锐度 所以最后一步操作总是锐化 Rumina Neo提供基于 AI的超锐工具 它有通用和运动模糊两个选项 风光照片自然是通用 其实这张照片锐度还是不错的 你可以尝试低中等或者高 注意不要选择运动模糊啊 那真的会让照片看上去很脏 那等待AI转动一会儿 这时你可以随意移动鼠标 AI线条会随之移动 非常科幻 完成后点击眼睛图标 100%显示前后对比 而选择高强度锐化 感觉多了几分涂抹感 使用中等强度好很多 不过这张照片 我还是觉得低强度就足够了 有没有发现用好萌版 才是做好后期的关键 Lumina Neo大多数工具都能加萌版 想要完美锐化可以去除天空 因为天空并没有需要加锐的东西 锐化反而会导致额外的噪点 9 导出并不复杂 导出前可以把所有操作保存为一个预设 不过好像没什么用 如果你要分享到Instagram或者朋友圈 记得调整一下尺寸 不要圆尺寸上传 微信之类的压缩会损失很多画质 其实有很多小技巧可以让照片更适合网络分享 计划做一支视频来专门讲讲它 这里就很简单的设置 锐化为低短边1080像素 摄域SRGB质量100%的JPEG 等待一会儿传到手机上享受最终作品了 怎么样 10分钟用Lumina Neo搞定一张本想放弃的照片 对于摄影新手会比Photoshop简单直观很多 记得下载裸原文件和Lumina Neo4用版 跟着我一起做 实践能帮助你更好的记忆 尝试不同的调整参数也能更好理解后期思路 最后别忘记订阅詹姆斯摄影频道 然后点赞分享给你的朋友 这对我很重要